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5月30号 我们4月底买入的那两层仓终于在今天的下午给卖掉了 请看文堂的第一张图 这是山市指数的日线 那么短期来讲在两个趋势中间 距离短期趋势相对来讲比较近 山市指数日线 这个高点跟前面这个高点是一样的 前面的高点我们找高点想卖出没卖掉 对吧 没卖掉 然后我们在这里又找到了高点 这个高点比前面的高点要好 前面的只有序列 本次是有结构的 一会儿我们再看分钟线 请看第二张图 120分钟线在收盘的时候形成了顶部的顿画 120分钟线形成了顶部顿画 在今天收盘的时候 同时序列高六 高九应该是后天的中 如果是上升的 如果是下跌的话序列会消失 120分钟 这个120分钟级别不算大 这个顿画的级别不算大 90分钟的级别更大 好 看这张图 90分钟 90分钟是今天咱们卖出的主要的依据 当然这个序列消失了 重排了 当时是有九的 在这个地方再有九 就是我提示大家 我说可以在这个地方检仓的时候 是可以 当时是有九的 120分钟线的顿画加九 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 不管结构趋势也好 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在14.50的左右做交易 这个时候它也不一定都是确定的 因为它有十分钟 所以我经常会跟大家说 大概率结构形成 或者是大概率趋势突破 可以操作 对吧 没说它一定 那你如果说最后的几分钟 它结构就又没形成 没操作的话 那就提前点 就提前点 我们只是说大概率 那小概率它没有序列就没有 如果没有序列 那后面继续上升 它有序列后面 它也有可能继续上升 能理解过 即便它的序列高九是在的 但它后面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不要太纠结 不要太纠结 咱们看这个日线 我们这两天 它是在底部买的 然后在今天卖出 这中间一直都没卖过 这样的买入和这样的卖出 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 那怎么样才能做到你满意呢 所以今天就是 有些时候就觉得 有些学员 它的追求是不是过于完美了 上一次是吧 这个大银线之前 我们没有卖出 对吧 没有卖出 是因为它实在没有找到卖出的位置 也没有结构 序列它也消失了 在这里 它毕竟还有结构护航的 它顿化是在的 只不过序列 我们剃下了十分钟 结果它消失了 但这个消失是小概率 大家请看第三张图 看这张图 第四张图 这是我盘中 为什么选择这个点 为什么选择这个点 这个点 卖出 就是我们知道下午的两点 这是下午的两点 卖出现的下午两点 我们知道下午的两点 是序列的高久 它就符合了 顿化加久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去看分钟线的话 下午的一开盘 我就开始找这个高点 但是下面分钟线是没有高点的 没有高点之后 然后呢 还出现了下跌之后横 很弱 我知道马上就要一波分时间 马上就要一波 比较快速的下跌 那么假如说 这个下跌是持续的 不用持续到下午收盘 就持续一点点 结构就有可能形成 所以 我选择在这个点的原因是 如果它向上 就会有序列 如果它向下 结构就形成 所以我选择这个点呢 是在当时来讲 这个点还是不错的点 当然它 就向下跌一点点 也序列也在 它刚好跌没了序列 然后再继续的上升 那么我们选择这个点 跟最后的收盘价格 相差也不会特别多 假如 你连这样的误差 空间差 都无法接受的话 那什么样的交易 你才能接受呢 就没办法操作了呀 而且90分钟的 顿化台的级别非常大 比120分钟的级别大 大家看啊 这是90分钟的顿化 这个是高点 我们再看120分钟 这是顿化 这是高点 所以120分钟 再涨一点点顿化 可能就消失了 但是90分钟不会 90分钟的顿化 级别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也没有关系嘛 它就算有日线的序列 它每小时 有序列的9 那你它也有可能 顿化加9的选择是不对的呀 对吧 咱们日线前几次不就有一次吗 还日线级别的顿化加9的 这都很正常啊 所以交易它不是完美的 我们能在4月末买入 然后持有这么长时间 包括前几天的 有一次这个高点 是吧 然后呢 也没有形成卖出的标准 那么今天的这个高点的选择 在分钟线上 我考虑到有一波 比较快速的下跌 那么我们卖的那个点 还是比较不错的点 这个分钟线上 所以选择了这个点 好吧 这就是原因啊 这就是原因 交易不是完美的 你不能追求 卖出之后 马上就下跌 同理 你也不能追求 买入之后 马上就上手 这不合逻辑的 我们希望一些重要的 大级别的高点和地点 把握住就好了 这里呢 既不重要 在未来也不会留下什么记忆 我们不是出现过大的失误 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来讲呢 就相当于 我们底部的仓位 到现在目前的位置减掉了 90分钟如果结构形成的话 会有9个交易日左右的调整 跟我们之前所说的 两周左右的调整 两周是10个交易日 两周左右的调整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就近期还是要看 90分钟的结构的情况 重点看90分钟啊 当然这一波呢 到下午的这个走强之后呢 直接导致了 除了90分钟以外 30分钟 15分钟 60分钟 120分钟 所有周期 分钟周期全部顿化 对吧 大家看看这是60分钟啊 60分钟 顶部顿化 再看30分钟 30分钟 它形成过一次结构 结构又消失 然后顿化再次形成 但是它还是顿化 所以从30分钟 60分钟 90分钟 120分钟 所有周期顿化 所有周期顿化 形成结构的话呢 应该是从小周期率先形成 但我们交易的标准 要选择为止 就是90分钟 顿化如果消失 我们就买回四成仓 买回四成仓的原因是 买回四成仓的原因是 第一 我们按理 这里就应该是四成仓 但是如果是四成仓 我们 90分钟顿化加9 也是可以减掉的 90分钟顿化加9 如果减掉之后 它的纠错标准 仍然是90分钟的顿化消失 大家能理解吗 仍然是90分钟的顿化消失 那这四成仓当中 有两成仓 是从底部买入 然后 我不能说这里是最高点 我说在这个 相当于最高点的地方 我们卖掉了 这个卖点的选择 我目前来讲的 就觉得 你先慢慢的往后看 这个卖 今天的下午的卖点选择 不一定很差 不一定很差 剩下两成仓呢 突破趋势买入 破位趋势卖出 按理说突破趋势应该再买入 但是呢 我看到了分钟线可能有顿化 但是上一次突破趋势的时候 是没有分钟线的顶部的顿化的 也代表了没有不买的理由 在这里呢 我们要等这个顿化消失再买 所以呢 这四成仓是这样的 情况 那么假如说顿化消失 代表了之前 我们底仓的买入的两层仓 那一页已经接过去了 我们不谈了 完成了 底部买入 然后高位买出 完成了 那么剩下的我们就按标准来了 动画如果消失的话 我们就按标准来了 你买入四成仓就完了 好不好 能理解不 理解的单一 再讲一遍 不讲了 饶了我吧 听懂的人自然就听懂了 听不懂的人呢 你跟他说多少遍 他也听不懂 对吧 他不仅听不懂 他得抱怨几句 他得埋怨几句 然后我就说了 我就接着下 我就觉得 我说我这个给你的买入的一个点 四月底的一个点 还有今天下午给你的卖出点 这样的话我都得埋怨两句 我都想抽的 是吧 我都想抽的 看着瓜子抽的 什么玩意儿 现在是空仓的 对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据此交易 后果自负 好不好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没说下午买 说了 说了 我说的都是非常明确的 咱 对吧 咱不会默能两可 明确的说 90分钟 顿花加酒的时候卖的 但是这个卖出之后 它下跌了 下跌了之后 到收盘的时候 那个序列没有了 好吧 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就是它第一呢 就是说这个 如果它不下跌 那么 我有时候担心是什么呢 担心就是 它那个下午的 最后有一小时是下跌的 那假如说我们 最后有一小时是下跌的话 我们找的那个点 会非常好 就是在已知的 今天下午的这个 环境里 我找的那个点 是比较好的点了 但是最后一个小时上升的 刚好是把序列跌没了 是这样 难呢 其实吧 交易呢 不能追求完美 我不判断这个地方是反转 或者是说 大概率不判断 这个地方是反转 这样说 可能会比较严谨一点 因为这个底部呢 毕竟是什么迹象也没有 通常来讲呢 就是它有一个 确定的底部的迹象的时候 判断反转相对来讲 会容易一点 但是现在来讲呢 就是底部的 就是4月底的那个地点 什么底部迹象都没有 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 就确定性不好 那么它走的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呢 就是 这里呢 是承接 4月份急跌 和未来缓跌的 其中的 必须经过的反弹 就是如果你想构筑结构的话 这个反弹是必须得有的 这是第一种 那么后面呢 可能还会下跌 甚至可能还会创新低 第二种 那么 从底部起 到反弹的过程中 这里可能是ABC的 日线级别的 A阶段的高点 然后回调 回调之后呢 再走 C阶段的上升 那么这个走势 如果要是走的话呢 那么 它就进入到相对比较复杂的阶段 我说的复杂呢 就是说 那么 如果A是这么走的 然后再走个B C呢 就可能出现在高点 C呢 它就在7月份 7月份 如果它不在低点 是在高点的话 这对咱们大周期的 找低点的 会有影响 那就会更加的复杂和耐心 所以呢 我更期待于啊 更或者更希望呢 目前的这个地方 但不管怎么样 就这两种走势呢 我说近期会有一个 日线级别的高点 我都判断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也别追求那啥 对吧 追求完美 你像前两天 咱们说周一周二 是吧 上周一周二 结果呢 你追求 这个 它就一日大线线下来了 当然现在你就说 你没卖掉 一日大线线下来 但是也问题不大 你按照规则问题也不大 但是 它毕竟是给了 这个分钟线的顶部的动画的 所以这个高点呢 上次比上次那高点好 所以呢 我这个上次那高点 我底部的两种藏 我都不建议大家卖 但这个高点呢 我个人觉得呢 你卖了 是吧 大概率能买回来 所以你卖了 也就卖了 能理解不 理解的打一 卖了咱们也就卖了 通风快好了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老师上周三周四 大幅下地 周五可能会买 为什么 你是要是要讲的 好吧 我这里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那根大阴线呢 它直接跌穿趋势 部分的指数呢 距离创新低比较近 如果再跌三天 周三周四周五 是阴线的话 它就会跌到跟4月20 就4月底的 我们买入那个低点 买入两层长的那个低点 很接近的位置 但不一定 但不一定创新低 很接近 我只能说很接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周七啊 是V2 W2 周线 两周线 两周线的 因为周线的低点 周线的低9呢 它目前来看是有效果的 但是假如说 上周三周四周五 全部都是下跌的 收阴线的话 两周线将出现 低9之后的低10 并且是阴线 因为9是在阳线 所以两周线的9 在阳线的效果就不好 但是10如果是在阴线 那么它的效果还可以 好了 我们首先说啊 因为这个上阵指数的 周线低9 它只有上阵指数 可是两周线呢 是各个指数都有 都要都有 所以这个 这个周期的共振性 周期的级别 导致这个地方呢 它的安全度会非常高 那么日线 我们单纯从 上阵指数的角度来讲 它接近于创新低 或 它创了新低 就是再往下 它就有日线级别的 底部的增化 它的安全度也很高 考虑到这两个点的安全度 我说 周三周四周五 再下跌的话 我可能会买5 能理解不 理解的打 打打打打打 打7 不理解的打8 加特林 打打打打打 两周线啊 就各个指数啊 这都是两周线的低9 就是 对吧 但是就是说 这个4月20多号 那个低点来的太骤然了 就是一点 不那么平和 要不然我不会 只买那么一点 我上次 我们上次也说了是吧 上次就是 我们买的时候也说了 我们说 这次呢可能就是 如果给激活呢 会多买点 本来是正常来讲 应该是买四成仓 但是我说 我可能打算多买点 结果呢 就不给机会啊 就就那个点 之后就就一直涨 对吧 一直涨 然后那个点呢 也不符合买买出规则 所以这个也没办法 所以我说交易它不是完美的 包括上周一的那个高点 我们也准备卖出 对吧 但是呢 交易它不是完美的 那你就卖不出去 然后你看今天 今天这个也不是完美的 但是你从整体的行情的角度 我说这里它本来就不关键的 我说未来三个月 那我们能找到一些确定性好的点就行了 你这里你说找不到 找不到就找不到呗 序列高就消失消失就消失去呗 那明天一个大洋线毁三关 一个学员说是吧 我们每次卖出就有人说 大洋线毁三关 买入的时候说明天再继续大跌怎么办 跌就跌呗 大洋线涨了涨了 我们再买回来呗 能怎么地啊 既然选择就不怨无悔 对吧 要不你就别选 就像你们选择了我 你是来找我毛病了吗 是吧 有些学员我有时候挺不理解的 你既然选择了在教室里 选择了在我的教室里 你处处找我的缺点 你这有意思吗 不嫌得单疼吗 但从宏观大的方向的角度来讲 我刚才说的什么逻辑呢 不是说我们大的方向不看好 所以我们现在共产 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我有大概率的几率 能把它买回来 好吧 能把它买回来 只要能买回来 有什么问题吗 生活中这样的人也很多 对 就是他 人都会有两面性啊 两面性 有的他可能看到积极乐观的一面 有的人就喜欢看到消极的一面 我也没有说这个不正常 也正常 只不过就是说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人 我就很不理解 很不理解 如果我交易做的特别差 你这么说我能理解 但我说了 我在4月20多号买入了 然后我今天卖出 这一路上涨的这么长时间 我一分都不卖 那我就选择今天卖出 我在那么低的位置买入 然后在今天我不敢说 这不是最高点吗 但他不是至少这个点 比前两天大银线那个点好吧 那这样的交易你不满意 那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呢 打着心罢着爱 好吧 但我是说什么呢 就这个地方还是不关键的 它不重要 他没有到了那种 这个刺刀见红的时候 决战的时候 我们就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就行了 是吧 不追求交易的完美 当然有些时候会遇到交易的完美 但我们不能追求交易的完美 遇到和追求是两回事 这么多年老师几乎正确率100% 我不知道你是保义的还是贬义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点 按照规则交易 只要符合规则的 就是正确的 所以对正确和 他的评判的标准不一样 但是有些人是这样 你选择在这个点卖出 必须跌 不跌你就错了 就这样的标准我达不到 好吗 我达不到 我也明确的告诉你我达不到 交易不是完美的 不能追求交易的完美 有些时候呢 太过于追求交易的完美 可能会丧失量级 会丧失量级 所以每次遇到大了 就这一波我之所以说 未来的几个月很重要 我就告诉大家 未来的几个月我不会追求交易的完美 早卖点 晚卖点 这都正常 你需要理解 不能理解 你也得理解 因为我在考虑一个大方向 大周期的问题 所以我根本就不会说什么 什么什么老师 有些意见你得听得进去 我要是按照你们的交易思维去做交易 我就不配当这个老师 来我这 你就得听我的 因为我自信比你们专业 好吧 而且我也不坏 对吧 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 我让你在低 不满那么低的位置 然后今天整个这波行情 这么高的这个位置 我说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呢 我又不坏 你说是不是 丑死我了 丑死我了 再一个呢 就是说 就是有些时候呢 也会给大家砍砍大山 来到天什么的 但是呢 于交易这一块 我个人觉得呢 是吧 大家一定会喜欢 简单明确的交易质量的 我在这一点上做的还是不错的 我没有 没有说它后面卖出之后一定会跌 从来没有这样说 但是我说 这个点是在这个反弹以来 我们两层藏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都没建议大家减过 但是上周一和二 我准备让大家减过 但是没有出现这个点 直到今天 那这个今天的一个点呢 我个人觉得还比较好 你看这个60分钟线啊 现在这里是出现了速度的降低 降速了 上周一二的那波 如果是上升比较急的话 比较猛烈的话呢 这里是出现降速 就是因为这里出现降速 所以多个周期才有氧化 多个周期有氧化 那就等结构形成 可是当结构真正形成的那一刹那 那个时候 那个点不一定比今天的一个点好 因为它不跌的话 不会形成 那理解吧 那跌了的话 如果再形成的话 那不一定比今天的一个点好 所以未来 未来啊 这个 因为相对比较重要的时候呢 我不会追求交易的完美 追求交易的完美是有大问题的 所以未来呢 大家要做好准备啊 做好准备 我可能会更从大处来着手 然后呢 大家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 不要不要去总是这个 老师你这个为什么 没必要的啊 没必要的 你既然来到这里了 你相信我是为了大家好的 你就没必要的啊 老师真不用考虑外部环境吗 每天晚上都关注 似乎要打世界大战了 每天在学员就没感觉了 打打呗 我曾经跟咱们学员解释过啊 美国是如何完成战争经济的 就是美国它不是打了仗 然后行情跌了 是行情跌了 然后去打仗 一打仗就涨了 这个叫做战争经济 你们能理解吗 然后我就举例了什么 一战二战啊 伊拉克战争啊 我曾经有一节课 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它不是原因 这是第一个层 第二个呢 如果你相信 价格是包容一切的 那么 一切里一定包括战争 自然灾害 疫情等等等等 它都会反映在价格上 我们完全可以不看任何的消息 单纯的从价格的市场的走势 它更靠谱 比你看还靠谱 好吧 地球没了也没关系 你都踩钢 地球没了 股市也就没了 股市没了 你还以我什么关系 你在火星上炒火啊你 说说618活动 618活动可能会提前到6月15号 因为6月18号可能是周六 提前到6月15号 6月15号那天呢 由于 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吧 我们这次的618应该是往年的618的折扣最低的一年啊 明年可能会恢复到8折 但今年可能会在7折或75折左右 我们不能确保每次交易都是正确的 这是高点 判断高点它就一定下来不能确保 我说这个 这个不能太追求交易的完美啊 我综合起来呢 就是说你看这个两成仓的买入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都没建议大家卖出 上周一和周二呢是准备大家卖出 那时候只有顶部的序列 但这个地方是有结构的 然后呢速度出现降速 所以这个地方的选择要比上周一上周二好 大家知道吗 比那个地方要好 打五折呗打六折呗 还有说打两折的 打骨折吧 好不好 打骨折吧 仇人是吧 真仇人 双日一不会比618的折扣小 不会啊 双日一应该是最小的 但是限量嘛 618这次呢 这次呢还没定啊 因为还距离还有两周 到时候再说吧 到时候会跟大家再说的 各股跟打盘的走势不一致 这很正常 4000多只股票 你就说咱们学员是吧 还有两个那种 我特别不能理解他的行为的人 大多数人都很好 但是就有那么一两个学员 都就不能理解 是不是 经验三四嘛 经验三四的就是 就劝退嘛 经验三四就是一个月都不想看这些说话了 基本就是劝退了 给老学员一个优惠 现在关键是技术做不到 这个真别老学员和新学员 特别难啊 大家的标准也不一样 所以呢就没必要 没必要 真正的学员根本不在乎打不打指 你知道吗 因为你看啊 你上网上就一搜 是吧 见过三个月的收费29000 买一套软件6万8000多 你去搜一搜 是吧 我们这个产品怎么样 老师怎么样 价格怎么样 你背比一下 你自己会有数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行情的 关于行情的 我们今天讲到4点15分 因为我们上周五 我有点事儿没有讲 没有讲 老师你刚刚说 大半的走连龙走势的可能性 南龙走势可能大一些 第二种 第二种 就是创新第一的可能性 我们讲来看在降低 创新第一的可能性在降低 第二种的可能性大一点 但是我说的其实大家 就是我不会追求交易的完美 我不会说必须等到创新第一 然后我才能够重场买 不一定 我不追求交易的完美 到时候大家就少埋怨 我就完了 因为我考虑的是一个大的方向和概念 是从整体进行思维的 好吧 碰到那个 你像今天有个叫大A的学员 碰到这样我都不想解释 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段位的 我没必要跟你解释 再一个呢 他那个话呢 他不是怀疑技术问题 也不是怀疑标准问题 他是怀疑人品问题 你都怀疑我人品问题了 我还跟你背什么话 我还跟你背什么话 那走就完了嘛 对不对 行业也没有那么重要 行业没有择实重要 因为你不管是选股还是选行业 它需要一个时间来体现差异性 你要说短期体现出这个差异性 那肯定是选择波动率大的 短期波动率大的 就是这个龙头基因的 或者是这个最近连续的热点 那个短期波动率大 波动率大可不代表成功率高 我跟咱们的学员多次解释过 我说这个追热点那件事 成功率为什么低 但我不排除有人追热点做的就是好 但这样的人不会超过5% 他有市场容积的问题 他绝不适合大众 那么不适合大众的方法 我就不能告诉大家 那就是害大家 哪一个人能够做到短期追热点 能够做到短期非常棒的 谁行你找谁去 好不好 我觉得老师你行我找你 不行我做不到 尤其他有些人对哥股的预期 是吧 我记得什么时候来的 有些新学员还是 在学员区里说 老师我这个选股能不能一周 这个赚10% 他说现在涨定板是一天10% 一周有5天 我就一周抓一个 赚个10%就行了 我看完我都懵了 我说你知道一周10%是啥概念吗 你用不了几年 你就是世界首富 你这样点 就这点数学基础都没有 然后你还相信它的存在 第一种是创新地 第二种是ABC 还是有回调的 你相信就是 即便是反转才不回调吗 一路就上去就不回调吗 只有波动能耗才是最小的 就是因为这一点 我们才敢超这个底 我就不相信它就一直跌下去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相信 在市场一定会有反弹的 所以我才敢超这个底 但当时敢超底的人不多 并且能超到最低点的也不多 一年30%就不错了 巴菲特一年都不到30% 年化收益率19%是吧 19% 然后你像今年 今年就别提了 今年基金 抱团的那些股票跌得稀里滑了 所以基金的收益特别差 还不如散户了 今年基金的收益 普遍不如散户了 原因很多 所以全股其实来讲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它也不是那么不重要 我就是说大家不要把它看得过重就行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个人认为天使圆骨足够用 天使圆骨这个功能足够用 足够满足大家的需求 我已经设计出来这个功能 你就用它就完了 好吧 这亏了60%还有机会 什么意思 你这60%是怎么算的 如果涨60%就回来的话 那不叫亏60% 那应该是差不多30%左右 如果亏60%就10块钱变成40了 100块钱变成40了 那得涨养倍多 是吧 涨150%才能回来 我朋友把钱给我说 一年让我给他30%就行了 我就让他滚 他真的信 他真的信 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一周10%的这个人 他不是开玩笑 就是能够从他的语气当中 感受到他真的信有这么回事 并且认为我能做到 都快到了吓死了 我才做不到 谁能做到 你去找谁吧 就敢说这种话的人 我就觉得只有两种人 第一种 无知无畏 大家知道吗 无知无畏 我吧 我是20年前 这个入股市了 入股市的第一只股票就涨停了 我买的第一只股票 它涨停了 我后来我在想 这可能是跟股市的不解之缘 我如果买的第一只股票 它跌停了 我可能就不入这行了 你们能理解吗 但是当时涨停了之后 我就觉得 那股市里赚钱原来这么容易啊 那这个阶段叫做 无知者无畏嘛 后来呢 又很多学员都知道 经历过一个大的挫折 那个大的挫折 也是因为四个字 也是因为无知 所以无畏嘛 就必须经历的阶段 但是当你经历了这么长时间 还能敢说出这种话 那不是装傻 那是真傻 注意啊真傻 你想我们 就下次也不敢说这种话 一周转百分之十 我去 还有什么问题吗 行了不足讲了 16点16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